给大家拜年,祝大家发大财,全家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快乐 人人都可以满足梦想,实现他的梦想 我的那个条条上面的,就是记者头条 这个账号离着死亡还差一线 所以说他应该是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是休克的,大家要在这里的话 我三个月是休克状态 这个是一个突发性的脑梗 就是七天不能动 禁言七天,植物人七天,什么也动不了 如果在这里的朋友,那七天动不了 还剩下一个苟延喘,残喘的就是这里 我这里更新的是在这里,朋友们 如果想看我这个初二不准事业农民工 初二文准啊,看我的东西 看我这个所谓的大思想家的思想的东西 我有时候总觉得我这种人都有思想 你说我们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时代啊,朋友们 当然你可能反对,你说这个多样他揪心呢 那我不是那样想,我就想真的是美好 就到这里来找我 当然小破绽呢,非常少了 我昨天是做了,他的比例是20比3 就是20个时频,3个过 条条上呢,是20个呢,大概有15个过 这样的一个概率 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你拼命的可以引流 然后拼命的让你去死亡 对于他们理解的方法呢 就是说,不缺你这样的人 排山倒海的,是吧 旌旗招展的,人山人海的 有的是,没关系 我也是他的养料嘛 拼命的给引流 然后就灭掉,没关系 就继续后面还有,有的是 所以说过的还是概率比较高的 当然死的也特别的快 可以这个随时随地的死亡 好,大家如果找我 喜欢在这种条条这个地方的朋友 在这里找我 小破绽呢 我为什么在这里小破绽在坚持 因为小破绽的这个特点是 天天可以把你切得七丁八岁 让你活着 不但是,这个态度特别 另外我唯一的可以开直播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什么谈真善美呀 什么谈难得呀 那只好还是要坚持在这里 过审的比率20比3 这里的过审比率呢 20比15这样 可能差不多这样 大部分呢 我都放到了这里 对这个下面的这个管管上 他说我被管管也连番的这个警告啊 这个我还被记载过七天也 证明这个世界不要暗啊 你看我带了这个世界不要暗啊 其实我们从这里就要理解这个马斯克为什么要买推特 也生气啊 也气得不得了 当然我说那个东西不是要为某个东西开拓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了 嗯 谢谢大家 愿大家都信平契合的 有事说事 是吧 实在说不动呢 我们就那个 我们就 瓜子花生的什么的 擦水的搞小马杂 是吧 我们围观就好了 是吧 谢谢大家